曾经呢,秦浩说过一句话,你若不捉,我必不付,但我可是要说,我若不捉,他必付我。 说起依能静,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,依能静是一位全能型的女明星,不仅会唱歌演戏而且还会主持,其实依能静的童年并不幸福,在他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离婚了,依能静跟着母亲生活,可是又遇到了一个对他百般嫌弃的继父,得不到一丝家庭温暖的他。 14岁就进入社会独立生活,尝尽了人情冷暖,也许正是因为如此,依能静变得患得患失,他想要拥有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感,可是又怕自己抓不住这一切。 18岁那年,依能静在人生中最美的年华,遇到了宇成庆,因为音乐两人走到了一起,面对已经小有名气的宇成庆,她卑微地当了14年隐形女友,直到2000年,才等到了一场期盼已久的婚礼,和让她心动多年宇成庆走进了婚姻。 那时的他,无疑是幸福的,从小漂泊定锁,此时终于能够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 依能静格外珍惜,14年的地下恋,9年的婚姻生活,41岁的依能静,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这段感情。 好在两人的婚姻并不是一片空白,儿子成为了这段婚姻中唯一留下的痕迹。 46岁那年,依能静遇到了36岁的秦浩,依能静作为娱乐圈有名的左京,可谓是娇称怒骂都十分有风情。 可惜却遇上了头号反角达人老公秦浩,在综艺节目《婆婆和妈妈》中,夫妻俩就时不时上演一段情家相声。 如今两人的感情生活如此幸福,可早在两人的恋情公开时,比祝福更多的却是质疑的声音。 一个是叱咤娱乐圈多年的才女,一个是文艺骗男神,除了两人的地位差距,就连年龄,两人也相差十岁。 恋情公开时,有人说依能静吃嫩草,有人说秦浩抱大腿,还有人说他们各有所需,不是真正的爱情。 可两人就在这样重重的压力中,义无反顾地结了婚,不仅如此,2016年,依能静还顶着48岁的高龄,为秦浩生下一个女儿,取名为米丽,汲取了上一段婚姻失败的教训。 依能静更加小心地呵护新的感情与家庭,做起了嫌内注,秦浩也值得她付出,一直理解支持依能静,再加上秦浩的父母都是豁达开朗之人,让依能静庆幸自己有个好婆婆和好公公,前几年婆婆和妈妈的热播,让依能静和秦浩这对姐弟恋夫妇深受观众的喜爱,两人虽然有着十岁的年龄差,却一点也不影响两人之间的交流和感情,于是便有网友有疑问,为何秦浩会钟情于大十岁的依能静呢? 听为1991年时依能静的声音,网友便恍然大悟了 当年的依能静才出道不久,还是一副很青涩的模样,就和刘德华,迪安四子曾同台和演过一出综艺短剧,而她甜甜地说话声音,简直让人听了都心神荡漾,依能静不仅是说话的声音宛如鲜乐, 而且颜值也是十分在线的,空气刘海让她增加了满满的少女感,一鼻一笑简直让与她搭戏的刘天王都觉得害羞脸红了,更别说是秦浩了,对此你怎么看呢?